今天的爱精选话题来看看 台湾疫苗现在面临库存不足 之前美国轰中国封锁 所以送给台湾250万剂的疫苗 当然算是雪中送炭了 不过针对这250万剂的疫苗 其实背后是有一些秘辛的 那这个消息是由谁曝光的呢 美国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叫做达克沃斯 达克沃斯今年在6月份访问台湾的时候 他当时就宣布了 美国要捐赠250万剂的疫苗给台湾 因为说是要感谢台湾 之前在疫情初期 台湾有提供了美国不少的防疫物品 所以在台湾缺疫苗的非常时期 他说美国不会丢下台湾 而且捐赠疫苗 美国是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的 只不过原本说是250万剂 但是这两天又传出另外一个消息 是传出美国要给台湾的是400万剂的疫苗 之前说250万剂 现在怎么会变400万剂呢 有些民众可能以为说 是不是相减之下 还有150万剂的疫苗没有到货 其实并不是啦 从头到尾呢 就是那250万剂 因为这个议员达克沃斯呢 他在访问 接受访问的时候 不小心口误说错了 原本就是250万剂 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说成了400万剂 而针对这个数量的部分呢 今天下午指挥中心 也将会有进一步的说明 那刚刚来自一个美国消息人士的最新消息 从头到尾就是这250万剂啦 没有再另外多增加150万剂 这个是有关疫苗的最新 但是说到了达克沃斯访问台湾 当时的这个消息是怎么出来的呢 因为他访问台湾的行程是非常非常保密的喔 这也有背后的一小段密新的 来看到的是 时间点是在六月份的时候 今年在六月份的时候 当时有三个参议员 搭乘的是美国军机来台湾 访问台湾也被视为最高机密 当然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达克沃斯他也在飞机上 那这三个参议员当时是进行南韩的访问 只是他们临时加了一个额外的行程 所以是非常旋风 是很快速的直接来到台湾喔 那当时六月份这个行程必须要隐瞒 也不能够让南韩知道 主要就是不想让南韩也很为难 所以那个时候来台湾的旋风行程 只能保密选择低调的秘密进行 虽然是秘密进行 但是还是带给了台湾好消息 250万剂疫苗之前都已经到货了 那另外对台湾来说还有个好消息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今年12月份 他要召开场会议 这个是有关民主领袖的一个峰会 台湾是有望获邀出席的喔 这个对台湾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好消息了 而另外看到在日本方面呢 日本的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他就说到了 他说中国正在增强军备 所以现在日本当然也要做准备了 因此日本考量到了 现在东海跟南海 还有台湾海峡目前的局势是非常紧张的 日本要有所行动 中国的军备的数字呢 军备的预算都要增加了 所以日本当然也要跟你拼了 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的费用不增加的话 是拼不过中国的 所以日本做了一个最新的决定 也就是日本的国防预算是一定会调高的 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应对中国的日益强大 那至于中国呢 最近有一场神秘的北戴河会议在进行当中 这个会议虽然已经到了尾声了 但是有一些消息传出来了 说中共的内部闹内讧 爆出什么呢 爆出的就是这个中共的外交战狼 跟中共的军方 这两边呢 现在水火不容在斗争当中 为什么两边会闹内讧呢 会关系不是很好 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记者会当中 会看到中国的外交战狼 说话都得罪人了 不是得罪这个国家就是把美国气到半死 那斗得很凶 这样的国际情势呢 都升到了紧张边缘了 而这样的情况让军方很不满 军方认为说不能因为你成口舌之快 那后果该怎么承担呢 是我们军方要去承担的 所以中共的现在军方跟外交部闹得很不愉快 也闹到了习近平那里去了 但是后来几乎所有的消息被封锁 报道也被撤掉 还是有些蛛丝马迹被曝光了 所以我们才会知道嘛 那因此这场北戴河会议呢 现在出现了一些矛盾 永习近平派也就是主战派 跟反习近平派 也就是呢 现在比较组合派 两边还在互相的矛盾 互相拉扯当中 这是目前的最新国际情势 那接下来锁定的焦点 来看到南韩 南韩的疫情再拉警报 确诊人数首次突破了2000人 再次回到北戴河会议的 再次回到北戴河会议的